没有解决抢目标的日子就是好 小的们给我上 不错不错 一直一颗钻石 一晚钻上几百颗钻石 都是小意思吧 哎呦喂 是出来谁用东西炸我 今晚的怪物可真多呀 害得我都有点炸不过来了 但是为了之后能够过上富裕的生活 我也就只能够继续炸了 又有几颗钻石入炸 真是能配到我玩具来 可恶原来是小肥龙了 他怎么打得这么快 不行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 不然我第一次课的名头就要一组了 我得想个办法才行 老板我们来交任务了 不错不错小肥龙这是你的 小熊猫这是你的再见 可恶小肥龙的帮手怎么比我多这么多 再这样下去可不是什么好事啊 我得马上赶走他才行 忽然就要变回以前那样了 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钻石 真开心 买吃的去咯 小肥龙你别跑 给我站住 小熊猫你干嘛呀 昨晚执行任务的时候 你把我炸上了 快赔我钱 完全这么黑 我哪里知道我没有炸到你啊 不过算了 看在我的收获还不错的份上 就赔你10颗钻石吧 你在当我是乞丐啊 我现在可是第一次课 而且因为你把我炸上了 所以导致吃客的目标减少了很多 你起码要赔我六组钻石才行 什么小熊猫你抢钱啊 这次让我一共才赚了六组钻石 如果赔你那么多 那我不就白干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想赔了 那就别怪我了 小的会赔我上 让你竟有故事吃罚酒 臭小猫肯定是在嫉妒我 挣的钱比他多 再这样被他欺负下去 我至少一分钱都挣不到 那我还不如要小小回来呢 虽然挣的钱少一点 但起码不会被臭小猫欺负啊 嗯 没错 那就这样子愉快地决定啦 还好我身上有火箭 走喽 小小 小小我来救你啦 你们在吗 有人来救我 太好了 真的有人来救我 诶 你别走啊 诶 怎么是你这个小肥龙啊 小小对不起 我不该被小熊猫叫做的 哼 就知道是小老弟搞的鬼 既然这是不关小肥龙你的事 那你快松我下去吧 我也要让小老弟常常被困在月球上的感觉 得嘞 拿 火箭背包给你 这回终于不用被臭小猫欺负了 小弟 看你打得这么开心 姐姐现在就让你坚持一下第一次可能厉害吧 魔刀器人只攻不上 天下无双 最后再把你送到月球上去 哼 姐姐我再也不敢了 你就帮我下去吧 拍摇